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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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要請到蔡總 因為我們看到這一次房價大漲 其實亂象特別多 有的是房子建造設計的亂象 有的時候地點或廣告不捨的亂象 更誇張的是價格亂象 假如它價格亂象 台灣在跌 香港在跌 可是漲最兇的還是中國大陸 但是好我們看一下中國大陸 瘋狂到什麼樣的一個情況 來 我們看一下上海 上海現在日光盤重現 日光盤就是一天賣光光 那個黃仲 他的電話連續25個小時 Call in 不間斷 我們這邊是連續25天沒電話 對 因為那時候天氣冷的話 半夜要果棉變排隊買房 我們來看這個地方 這個是在上海的宋江區 有一個小坪樹的公益的樓盤 春節之後 加推 本來沒有推這個案 夠不應酬 中江其實離上海是已經有 五段距離的 滿大段距離的 對 好 一推出來 每坪51萬 他去年9月的時候 開盤的時候賣40萬 等於是說差不多半年左右 漲了三成 所以這個趨勢不動 一路的狂奔 那漸長是怎麼說 上個禮拜六我們一天賣了27套房 這是過年之前一週的 現在一天 相當於以前一週的銷售量 對 真的大家搶瘋了 還要動用200名的保安人員 為什麼 維持秩序 有一個陳先生 早上5點就去排隊 排了以後 他說跪一點沒關係 我只要能買到就好 對 價格不是終點 我們這邊還要學死位什麼 開架 砍七成 人家都搶了 對 加7% 他說排第一名的 是怎麼樣 半夜 來不及準備那個帳篷 睡袋都不用了 直接過這個棉被 就來排隊 因為他們是忽然得到消息 這不是預告的 就是忽然可能通知 我什麼時候名料開盤了 就直接搶了 而且那時候過年 天氣能得要命 好 這個是收入很高的上海 我們現在再換到一個場景 河南 河南有一個地方 它是國家級貧庫縣 像是光山縣 聽名字就很窮 對 你買房子 你聽過那個城屋 預售屋對不對 我來介紹一個 大陸現在有一個新產品 叫做圖紙黃 什麼叫圖紙黃 印一隻幾張紙 簡單畫個藍圖 這就是廚 這個是外觀 這是裡面的一個格局 就是這樣賣 就憑這個 這張紙就在賣了 剛才你們討論 就是用這樣賣房子 就簡單畫一畫 對 你就 蔡總你就買這邊 憲哥就住這邊 憲哥兒子就買了一個套房 就這樣意思 那個建商 那個地畫了 這個地我準備蓋 都還沒有申請這個建造 然後來拍一拍圖 然後圖畫一畫 這樣就賣了 這個舊房子都還沒有拆 地基都還沒有打 什麼影子都沒有 但是我告訴你 人家半年前就賣光了 有一個周先生 他為什麼去買 因為當地的公務員老師 其實收入不高 月薪不到1萬塊台幣 那周先生說 去年五一長假 他已經繳了五成的頭期款 已經買了這個圖紙黃 現在看啊 看啊 那個草的確長出來 都還沒有動工 但是房價已經漲到 一坪15萬台幣 漲一倍了 那你買不買 買啊 買啊 對 買好兇 當時他買的時候 晚上睡不著 為什麼 擔心 這個都連建造都沒申請 萬一建商繞篷呢 他的這個五成的頭期款 不是打水漂嗎 蔡總你不懂 這跟矽谷的創投一樣 有想法就值錢 所以建商不建的真的要蓋 只要有個想法 我們就先投資 誰知道蓋好 勢必平150萬 這個是河南的貧困線 周先生收入不高 太太剛開始的時候 太太每天都把它黏 你做這樣會不會太可怕 對不對 後來看啊 房價漲一倍以後 太太竟然改變主意說 老公啊 多買兩張紙 我們來商量一下 我們這個十一長假 回去我這個山西的老家 回去我娘家 看有沒有 看有沒有借我們一筆錢 我們再來加碼買 對 你看 是 這就是瘋狂的一個程度 對 這會是問題的 當然會有問題 對 你來看一下 這些外商就提出了警告 華企銀行說 9月份大陸城市的房屋的成交量 年增率你看 長州 長沙 天津 佛山 比去年同期都超過100% 對 這是非常的瘋狂 尤其這個長州 長州你去過吧 江蘇的這個長州 是 那個地方才400多萬人口 對 你看 他飆到了 比去年同期138% 比上個之前一個月 成長了104% 假如佛山那麼熱 假如黃飛鴻在世 黃飛鴻絕不會練功 黃飛鴻都去炒房了 當然 對啊 誰要練功啊 練功怎麼賺錢 好辛苦喔 而且他可以啊 炒房的老師 好 我們看到了 其實中國炒房 跟蔡總講 真的現在很誇張 可是事實上 你不到中國 你不知道什麼叫做好房 你不到中國 不知道什麼叫豪宅 你不知道中國 不知道什麼叫做真正的有錢人 中國的房地產熱到這種地步 你說賣5億人民幣 賣10億人民幣的 開始越來越多 到底這種房子長什麼樣子 讓窮人屈之落物 讓有錢人很瘋狂 真的 我們如果來批評一下 這個就是號稱 中國第一豪宅 在蘇州的佐政別墅 就在那個 就在佐政遠的旁邊 佐政遠 那個是古蹟 對 進去 你看 一戶我告訴你 賣5億人民幣 台幣25億一戶 對 他一戶比台灣上市公司 大概一半上市公司 業績一額還高 人家這個是原理 那你按照市計的變化 精心設計了12個井 他用的石材 生產了自己的太福石 太福石 就紫禁城後面的玉花眼 用的那個石頭就是太福石 真的喔 每一戶都有室內的游泳池 按摩池 電影院 你看臥室 特別來介紹一下 這個大門 紫禁城的大門的規格 清王級的 你看這個門片是用什麼 東南亞進口的幼木 包著銅片 對 裡面還槍著這個門把 內牽什麼 青花齒 蔡傑如應該來買戶 因為他青花齒 搞不好已經買了 上面銅瓦 整個挑高6.5米 那很壯觀 聽說港星 劉嘉玲也有買 真的喔 以他的實力應該是買了7 20幾億台幣 一棟 還有大陸的那一些 定級富豪 也都買了好幾戶 是 豪宅買不起 可是大陸有很多的 發財方法 清王我們知道 其實大陸早期 也不是早期 10年前你知道嗎 32歲 沒有結婚 大陸怎麼講 你叫做殘障 會發一個殘疾人證明給你 假如你沒有自己的房子 因為32歲沒結婚 就視為殘疾身分 還會配一套房子給你 假如你住在那種 更改區 平民區 還會加個補貼金給你 所以現在說很多人說 大陸能吵得離婚 錯 他們去不結婚 保留那個殘疾身分 所以你也是殘疾人 可以配個房子不錯 可是我沒有 我沒有中華人民共和國 國籍的身分 所以基本上我配不到 辛苦的 所以你剛剛講的那個澎湖 導致之前就確實就是說 在上海這麼發達的一個地方 國際大都會 可是它卻有一個區域呢 就是像這樣的澎湖平民區 所以這個是怎麼來的呢 就是在這個當初813抗戰之後 在上海火子彈附近 那個時候就是因為附近的住房 被炮火就是摧毀嘛 對不對 所以那個廢墟的附近 行程就變成是 原來它變成一個上海 後來最破爛的一個區域 就是說它在這個北邊的 這個山灣一弄 就是潭子灣 攀家灣 朱家灣 跟藥水那種附近 它變成上海最大的棚物區 就是在這個地方 我大概五年前去過 那時候其實也還是 不是那麼理想 那座傳記還滿差的 而且它還要分等級喔 因為一般 就是說它最基礎的就是 像窩棚的叫滾地龍 這滾地龍是什麼 那其實簡單說就是搭帳篷 它把那個竹子 就是烤彎了之後架起來 然後就放上那個布 讓它變成一個帳篷 那所以你可以想見 它一定不可能有窗戶 而且它多高你知道嗎 那個滾地龍的高度 只有到人的差不多胸部這邊 所以你要進去 你一定要彎 你要蹲下來 才有辦法進去裡面 這前幾天還看得到耶 對啊 所以這個滾地龍 是占那個地方比重最高 大部分人都是住這樣的地方 所以你可以想見 冬天來的時候 那風這樣灌進來 吹進去很冷啊 那稍微好一點 我們說在棚戶區的豪宅 是哪一種你知道嗎 棚戶區的豪宅 他們把它叫做戒字型棚屋 俗稱叫草棚 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這個圖片 因為它兩邊的草棚 是這個樣子 然後兩個竹子這樣架下來 是不是很像那個戒翼的那個戒 所以它把它叫戒字屋 這個戒字屋的好處是什麼呢 第一個它高度比較正常 比我們剛剛講的那個滾地龍來得高 所以你一個人進去之後 還有機會佔得值 第二個是它還有窗戶 就比起來 像剛剛我們講說那滾地龍 是沒有窗戶的 這個還是有窗戶的 所以它進去之後呢 你稍微好像還可以擋一下 好 我們先進小管 回來看一下 這個前幾年上海的房地產 還有這些房子 到底這個戒字型的戒子屋 要怎麼住 我們這樣鼓告 回來看一下上海的變化 好 我們看大陸其實要發最快 就是棚改 什麼意思 你知道你人擠進棚改 就像違章建築一樣 等到一來都市更新 這個棚區改造 命運大不同 千萬富翁 可是它之前有多慘多累的 這才前幾年的事 對 所以我們讓大家看 就像這樣的戒字屋 兩邊 對不對 搭起這個草棚 然後竹子這樣下來 很像戒藝的戒 那這個戒字屋的好處是 它跟我們剛剛講滾地龍不一樣 是它還可以擋得住風 風來的時候 你比較沒有那麼冷 所以之前有個大娘就說 他說因為雖然上海這麼的繁華 大家都說來這上海都是人中之龍 可是他覺得不是啊 他覺得自己根本是燕子 你知道嗎 他為什麼叫他自己像燕子一樣 他說他就好像 竹那個鳥巢住在鳥巢裡面 房子太小 他說裡面只能睡覺 白天就去外面乞討 那只是說因為這幾年 因為就像你剛剛說 猛改 他要改造這樣的區域 所以反而 hect id看 的